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样美味又家常 计备好材料 你也可以和李宗盛 一起动手 一起吃饭吧 玉神经 今天又要做好菜了 之前呢 我们经常吃的时候 会有吃到那个 红烧鸡翅饭 我喜欢吃 但是呢 我那天碰到这位教练 他说红烧鸡翅 也会长肥 那我说那怎么办 那要么我说 蒸鸡翅会不好一点呢 他说可能好一点 所以今天我要教大家 吃一个蒜香蒸 蒸鸡 首先超市里 Supermarket 去买一些鸡翅 那么拿回家来 洗洗干净以后呢 我们其实只要做 一个步骤就行了 就是给他身上 划两道口子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待会就会比较入味 每一个鸡翅 都给他划到 划一道或者两道口子 其实也是很简单啦 你就随便划 好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 腌制的材料 腌制材料呢 要有蒜末 其实呢 蒜蓉味肯定蒜是很重要的 蒜末 蒜末呢就是这个小机器 就这个一压 就可以成为蒜末了 蒜蓉会特别就是说 蓉一点 不像是你切的那个大蒜的话 它就一粒一粒地 进到嘴巴里头 每一次就放一个 不要贪心 不要放太多 放太多的话 你是压不动的 然后呢我们再切一点姜末 生姜呢也是去腥 或者是你觉得不喜欢姜末 姜丝也可以 好 然后再次切一点葱 小葱的话 有葱的话 整个鸡翅啊 就会有那种葱香味 接下来要买个这种蒜蓉辣酱 或者是你自己别的喜欢 家里喜欢的辣酱也可以 我们把蒜蓉辣酱放两勺 到这个鸡翅里面 然后呢 再把这个蒜泥也放进去 生姜也放进去 然后我们再倒上料酒 因为你知道有肉的话 都是需要倒料酒的 再倒上酱油 然后是糖 然后盐 要放好了以后 我们就把它们这样 充分地马撒击一下 给它按摩 那你也可以戴着手套 也可以就直接用手 手洗干净 尤其是让刚才 鸡翅切过纹路的那些地方 里面都可以渗透这个料 我经常在这个时候 脑子里就会想一些别的事情 你的手只要 鸡翅地在那里 马就可以了 脑子里可以 明天我要去哪里玩啊 或者是说 工作上有什么事啊 你就可以随便洗 能让它的味道进去 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了 现在呢 让这些鸡翅啊 完全都融入到这个酱料以后呢 我们就要把它放在边上 就要给它 腌两个小时 腌两个小时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把黑木耳啊 就是要把它泡发一下 因为这样子的话 吃这个鸡翅啊 就不是单调了 因为还有黑木耳在底下 这个摆盘很简单 把黑木耳铺上就可以了 鸡翅腌好了 两个小时到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蒸鸡翅 比如说 我家里没有蒸架 我怎么蒸啊 鸡翅教你一个 生活小窍门啦 对不对 你这种一看就不干活 干活的人就知道了 你随便先拿一个盘子 扣在这个水里面 这样它就相当于 是一个鸡翅 然后把鸡翅摆成一个 花儿心 就是让鸡翅也像花儿一样 生活像花儿一样 好 还多余的这些酱料 看到了没有 多余的这些酱料的话 我们也直接淋上去 淋到鸡翅上去 和整个盘子里 让它更加入味 好了 接下来 我们就把摆好的盘 放进去 放进去好隆重啊 放上去 你都已经觉得 这盘菜已经是重量 几个大菜了 有没有 好像普克的大菜了 好 这个时候 我们盖上锅盖啊 小火蒸20分钟 之后就可以了 但是你中间要堪了 不要让水烧干了 万一没水 再加一点水 20分钟时间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熟呢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拿筷子搓一下 一搓 然后里面没有红颜色 然后冒出汁来 就说你肯定就是好了 整个房间 已经全部都弥漫了 这个蒜蓉金翅的香味了 哇塞 虽然呢 它不是那种红烧的 那种油亮亮的感觉 蒸出来的这个鸡翅的香味 一样是很浓郁 拿出来以后呢 在上面再撒一些小葱花 增加它的葱香 还有色泽 看上去会更加漂亮啊 好香啊 已经瘦不鸟了 你说我这个人 怎么这么有才华呢 这水平怎么那么高啊 做出来的这个蒜香蒸鸡翅 我估计全世界的人都喜欢吃 滑滑滑的 有滑稽的感觉 你看 全熟了啊 然后 你看 好像 你在吃红烧肉 好像看着太好吃了 我觉得比红烧鸡翅还好吃 因为它那个蒜香味很浓郁 而且还有这个黑木耳的味道 黑木耳我也尝一下 好呀好呀 哇 黑木耳比平常的还更加要 弱一点滑一点 看它这个卖相 也许没有那么好看 但它尝起来味道 真的很浓郁哦 这是我偷血的技术 但是要说要偷啊 有一个神偷 嘿嘿嘿 看了就知道了 哎呀 大白天的逼我犯罪啊 我说你觉得这个钱包挺好看的 这在哪卖的 我去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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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一眼 大哥 那钱包挺好看的 明天礼金会教你做 大家都爱吃的煎饼果子 千万不要错过哦 那么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你想便宜吃 你想开心玩 赶紧打起手机 搜索公众号 李正经约你吃饭 来 扫一扫 扫一扫 记住了吗 搜索公众号 李经约你吃饭 来 扫一扫